英国唐宁街首相府在25号又易主了这一回苏纳克当家 在获得了国王查尔斯三世授权之后 正式接替特拉斯出任首相 并且开始筹组新内阁 他在首相府的门前就发表了就职演讲 他提到了英国面临巨大的经济危机 而新政府的工作重心是要稳经济挽回民心 我们就来关注他所提出的这一份新内阁的名单当中 就包括财政大臣是亨特 外交大臣克莱弗利 国防大臣华莱士 以及下一院的领袖莫当特都是获得了留任 前外交大臣拉布再次入阁 担当的是副首相大法官兼司法大臣 日前辞职的布雷弗曼又再度担任内政大臣 随着克拉斯离开唐宁街10号 新首相苏纳克在见见国王后正式入主唐宁街 首相府外挤满大批民众 有人欢呼 有人嘲笑 苏纳克上任后迅速组建新一届内阁 根据新内阁成员名单 亨特留任财政大臣 华莱士留任国防大臣 克莱弗利留任外交大臣 此外拉布出任副首相兼司法大臣 距离辞职不到一周的内政大臣布雷弗曼 再次出任这一职务 巴克利出任卫生大臣 沙普斯被任命为商务大臣 今年7月遭前首相约翰逊解职的歌夫 被重新任命为地方发展社区及住房大臣 日前与苏纳克竞争保守党党魁的莫当特 则被重新任命为下议院领袖 这一职位被视作内阁中不那么重要的目的槽 有消息指莫当特希望担任外交大臣 但就并未如愿 随着苏纳克正式就任首相 他所面临的是英国极为严峻的经济挑战 和严重分裂的保守党 保守党将他视为财政上的安全之首 而外界对苏纳克是否有能力力挽狂澜 保持怀疑 有人指苏纳克是典型的管理型技术专家 只了解数据 但仅仅掌握数据 并不能让他真正有所作为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